经济访客再次一场 San Atlas引发全球关注 NASA数据 哈佛科学家与太阳系中的蓝色谜团 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现象 一个来自星际空间的神秘天体 正靠近太阳 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加速变亮 甚至改变颜色 昨天哈佛天文学家阿维勒布在一次采访中 首次公开谈到San Atlas今日点附近的数据 这些数据可能暗示 它正在经历非引力加速 我们正在见证人类首次记录到 这类星际航客在太阳引力之外 可能存在未知推力机制的直接迹象 这是它在接受采访时的原话 很明显的审航 然后它发现了那是在意料中的审航 它发现的现象 它变得非常明显 现在它变得很明显 它变得很明显 而且它变得白 然后它变成了白色 然后它变得白色 因为如果有任何毒液 出了一样的泳出出的审航 它变成了白色 NASA图像未公开 最清晰图像竟被政府停摆掩盖 恶不 NASA拍下的HIRSE图像从未发布 Sun Atlas在近日点观测到的所有现象 再次让科学家们惊叹不已 这颗彗星不寻常的加速度变化 以及出乎意料的蓝色色调 吸引了全球天文学家的关注 但更令人困惑的是 NASA至今仍未公布 这位神秘星级访客的高分辨率图像 就在近日 阿伟、乐布在最近著名播客主持人 乔·罗根的访谈节目中 首次透露了这段令人意外的内幕 我向HIRSE的高分辨认识问 我能够得到的资料吗? 我是科学家 你以后能够发布折扣 我希望能够看到 对 没有回答 所以已经是三个月了 飞银力加速揭秘 首次试证 San Atlas正在自己加速 NASA最新数据解释 轨道异常不是幻觉 2025年10月29日 NASA的PUNCH卫星拍下了一组图像 确认 San Atlas在近日点出现了飞银力加速现象 如图所示 2025年10月31日 San Atlas探测期的轨道及行星位置 勒布关于San Atlas在近日点附近 飞银力加速的结论 源于通过所获得的数据 阿塔卡玛大型毫米波阵列 奥马表明 如果San Atlas的轨迹由银力决定 那么它在2025年10月29日的赤金位置 与它应该在的位置相差四交秒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一个来自星际的天体 在没有外部天体银力干预的情况下 自主发生加速 数据来自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 导航工程师达维德·法诺奇亚 他精确测量了这股加速度的两个方向 一个是近向 也就是远离太阳的方向 另一个是切向 绕着太阳轨道的方向 这就像在原油轨道上 轻轻打了个方向盘 彗星模型能解释吗 彗星 火箭 还是某种我们不理解的东西 传统模型VS异常加速 物理解释还能撑住吗 如果它是个普通彗星 那我们可以推测 它是因为被太阳加热后喷出气体 像火箭一样反推 问题是 这种规模的推力 意味着它得在六个月内损失掉一半的质量 仅仅在近日点穿越的这一个月 它可能已经损失了十分之一 在今天发表的文章中 乐部具体公布了 为什么有上述结论它演算过程 这样大规模的物质损失 会形成明显的气体雨流 欧洲空间局的Juice探测器 将在11月初首先探测 12月19日 它将与地球达至最小距离 解释地面望远镜 哈勃詹姆斯 维部望远镜将全面观测 蓝光谜团 比太阳还蓝 第九相异常浮现 乐部 这或许是某种热引擎或人工光源 更神秘的是它的颜色 在靠近太阳时 San-I Atlas竟然呈现出比太阳还要蓝的色调 这极其反常 因为自然彗星释放的尘埃 通常会让反射光变红 而且 它的表面温度理论上远低于太阳 不该发出蓝光 这是它已知的第九相异常现象 乐部对于这一地九异常现象 在他昨天的文章中 两次引用了一篇新论文研究成果 这篇新论文第一作者 洛威尔天文台华语天文学家张启成 Piccan John表示说 San-I Atlas彗星亮度迅速增加的原因仍然不清楚 其亮度增加速度远远超过了 大多数距离太阳相似距离的奥尔特云彗星 有人猜测 这可能是电离的一氧化碳造成的蓝色光谱 但也有声音提出 这或许是某种内置热源 甚至技术设备所发出的光 勒布不能理解不等于错误数据 勒布不要否定你不理解的数据 真正的科学是先成人不知道 就在今天 勒布在哈佛的午餐会上 对一群年轻理论物理学家说了一句话 当你不能解释数据时 说数据一定错了 那是不专业的做法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宇宙膨胀速率的争议 也同样适用于三阿拉斯 这颗星级访客 正在挑战我们对自然天体的基本理解 或许它正带着某种 我们尚未掌握的智慧 从遥远星系经过太阳系 留下一串串值得深思的线索 结尾 接下来我们该观察什么 又该期待什么 如果三阿拉斯的飞吟力加速 真的是由彗星蒸发产生的火箭效应 那么我们应当在 在2025年11月和12月 探测到它周围存在大量的气体云 关键观测窗口正在逼近 2025年12月19日 三阿拉斯将抵达距地球最近的点 距离仅为2.69亿公里 届时 数百台地面望远镜 以及哈勃与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 将共同捕捉 这颗星际天体的最新动态 此外 从11月27日到2026年1月27日 三阿拉斯将进入国际小行星 预警网络的持续监测范围 这是一个由各国科研机构合作组成的全球网络 专门追踪潜在威胁和异常天体 如果在这两个月的观测期间 我们依然未能发现它周围存在明显的气体雨流 那么会星蒸发将难以继续作为其飞引力加速的自然解释 那么剩下的选项就变得令人玩味 这将令人联想到我们在2017年首次发现的第一个星际天体 奥陌陌 它同样展现出飞引力加速 却在斯皮策太空望远镜的深度观测下 没有发现任何尘埃或气体伪迹 面对这种异常 有彗星专家将奥默默称为暗彗星 一种没有可见彗伟的彗星 但正如乐部所说 彗伟是彗星最核心的定义特征之一 如果没有彗伟 那它还是彗星吗 他进一步评论道 将缺乏蒸发现象 却具有加速度的天体称作暗彗星 就好比学居人看到智能手机时 把它当作一种稀有的岩石 这种分类 本身就违背了我们对天体的基本理解 一个真正拥有推进能力的航天器 是可以在没有彗星蒸发的情况下 实现飞引力加速的 那么 San Atlas到底是一个异常的天然彗星 还是某种智能造物留下的痕迹 12月也许就是我们得到答案的时刻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获取San Atlas后续观测更新 您认为这只是一个特别的彗星 还是可能有非自然的解释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